下面让我们来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刚刚过去不久的一场流动性紧张 让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中国的股民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至于下一张多米诺股牌会倒在哪里 惊魂未定的市场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杠杆率 处于高位的内地楼市 由此中国楼市挤泡沫的警报正式拉响 过去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维持了经济繁荣的表象 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不断膨胀的资产价格泡沫 其中以房价的迅速飙升最为明显 房产泡沫不但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高杠杆化的运作方式也消耗了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 中国的信贷占GDP比率五年内从75%上升到了200% 大量贷款流向房地产 此次由央行一手主导的流动性紧张 最终为房地产行业及泡沫敲响了警钟 钢杆率这个快速的增加的过程是一个风险累积的过程 它当然希望最终能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你这些钱你还是你不要去这个融资平台 继续加大这个地方政府债务累积的风险 不要去房地产 这个继续这个推高这个资产泡沫 根据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的研究 中国的广义货币M2年增长率超过15% 远高于中国经济实际的甚至潜在的增长率 大量的资金需求并非来自实体经济 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房产加信贷泡沫 谢国中分析说 一家房地产公司可能有四层杠杆 土地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 信托公司用剩余土地做抵押提供二次贷款 控股公司以企业现金流充当担保发行债券 公司股东以股份做抵押 在其上再添加一层杠杆 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必将带来巨大的去杠杆效力 如果说此前一轮又一轮的房价调控政策 是洋汤止费 那么从去杠杆入手 也许就是釜底抽薪了 房地产泡沫破掉 到底是不是中国经济重新找回平衡的必要前提呢 中国不打算由房地产来引发危机的话 那你就持续地调整 但是同时呢 一定要去找新的增长点 因为它调了以后 我会经济要崩溃 那你拿这个东西来要挟政策 或者挟持政策 那说实在对中国经济长远来说 绝对是最大的危机 近日有媒体疯狂转载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转向 认为明年初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将迫使中央政府释放利好消息 带动房价回暖 对此谢国中7月10日向快评财新闻记者独家辟谣 他表示房价的走势会是一浪一浪的下行 即便可能有财政放钱等因素带来短暂的小范围上升 但总体的走势会是波浪式的下降 昔日风光不在 房地产行业是否感到了阵阵寒意 据海通证券的分析报告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与GDP比重高达200%以上 美国2007年房地产泡沫时期该比值为74% 日本1990年房地产泡沫前该比值高达300%以上 这次的流动性的警醒可能会对这些开发商产生正面的处境 让他们不要过于官网或这种午盘 起码对预期未来不要那么乐观 可以加紧以流动性的快速周转来 作为很多企业的基因指标 我觉得这是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可以想见中国的房地产业 要是不想重蹈美国日本的覆辙 一场悬崖勒马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也许正如李国平所言 实体不振购买力下降 那才是对地产商最知名的打击 去杠杆调结构 最终将为整个房地产行业带来实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